2月1日,根据人力资源公司Challenger Grey & Christmas Inc. 汇总的数据, 美国雇主1月份宣布的裁员人数达到2020年以来最高。 企业报告1月宣布裁员102943人,是去年12月宣布裁员人数的两倍多, 比2022年1月增加了440%,科技行业占到宣布裁员数字的41%, 零售商和金融公司宣布的裁员也比一年前有所增加。 虽然整个经济范围内的裁员仍保持总体较低水平, 但最近几个月,越来越多的公司宣布裁员。 科技行业裁员状况尤为严重, PayPal、谷歌和亚马逊等公司都宣布了解雇数以千计员工的计划。 报告显示,自去年11月以来, 科技公司已宣布的裁员人数达到110793人。 该人力资源公司的高级副总裁Andrew Challenger在声明中表示, 现在正处于大流行期间招聘狂潮的另一面, 企业正在为经济放缓做准备, 进行裁员并放满招聘。 在今年1月,加州发生了6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造成了至少29人死亡。 加州州长纽森希望限制人们隐蔽携带枪支, 呼吁实施更多限制。 纽森2月1日批准了一项立法, 禁止人们隐蔽携带枪支进入教堂、公共图书馆、 动物园、游乐园、游乐场地、银行和所有其他 对公众开放的私营企业。 如果企业主张贴告示说允许携带隐蔽枪支, 该规定就不适用。 此外,这项法规还将禁止21岁以下的人 拥有隐蔽携带枪支许可证, 并要求所有的许可证持有者接受更多培训, 包括如何安全储存和运输枪支。 据悉,加州和美国其他6个州此前有法律规定, 如果人们想在公共场合隐蔽携带枪支就必须给出理由, 比如他们的公共安全受到了直接威胁。 但是,美国最高法院去年的一项裁决推翻了这些法律, 使这些州的人们更容易获得隐蔽携枪许可证。 另一方面,一些州议员今年将考虑的枪支相关法案 还包括持有无序列号的枪或幽灵枪是重罪, 要求州总检察长为州的禁止拥有武器的人员系统 创建一个在线数据库等。 一份报告700亿美元 因为美国做空机构新登堡研究公司的一份报告, 印度首富高塔姆·阿达尼创立的大型企业集团阿达尼的市值 在一周之内蒸发了700亿美元, 其本人的财富排名也从全球第三降至第十一。 彭博社说,自1月25日以来, 与阿达尼有关的上市公司 对名胜印度指数的跌幅贡献了近49%。 面对美国做空者提出的财务欺诈、 操控股市及洗钱指控, 这家印度企业一边否认指控, 一边称这是对印度的攻击。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月31日报道称, 阿达尼集团被认为是印度经济腾飞的象征, 阿达尼本人和印度总理莫迪关系密切。 印度政府和监管机构在此次事件中 尴尬地保持沉默,引发关注。 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社评称, 为了印度的荣誉, 该国监管机构应该着手处理阿达尼问题, 并宣布调查相关指控。 华尔街日报称, 印度政府现在面临严峻选择。 英国劳工2月1日发起大罢工, 超过50万人走上街头要求改善待遇, 其中30万人是教师。 他们抱怨薪资太低跟不上物价飙涨, 很多老师必须兼职才能糊口, 甚至要求助食物银行。 这次加入罢工的还有铁路驾驶、 医疗人员以及超过10万名的公务员。 伦敦的铁路和一些公家机关因此停摆。 罢工对教育、通勤等造成严重影响, 经济损失或高达2亿英镑。 预计约有2.3万所公立学校被迫关门, 数百万学生无法上课。 英国首相苏纳克痛批罢工影响学生受教权, 他对工会立场强硬,表示不会大幅挑衅, 避免被通膨火上浇油。 2月2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你好香港》启动礼上宣布, 将向世界各地旅客派发50万张免费机票, 欢迎旅客来港。 据悉,这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欢迎旅客举措。 飞誉世界巨赏机票赠送计划将从2023年3月1日开始, 50万张免费机票由三家本土航空公司、 国泰航空、香港快运及香港航空, 通过各自的渠道,在主要客运市场分阶段送出。 机票中的大部分通过大抽奖、先到先得、 买一送一或游戏等不同方式送出, 还有一部分机票会提供给旅游业界及政府机构, 以振兴旅游业及宣传香港。 从投放区域及时间段来看, 机票赠送计划将于3月份率先在东南亚市场推出, 4月起在内地推出, 5月起在东北亚及其他市场进行。 获赠机票的防港旅客还将享受 由参与活动的业务伙伴提供的酒店住宿、 购物及娱乐等特别优惠。 除了向海外旅客赠送50万张机票外, 航空公司还将于2023年夏季再向本地居民送出约8万张机票。